《通道作品》 其实是1993年坐在英国的格拉斯顿 格拉斯顿因为当时的艺术中心的门 它有两扇门 所以两扇门这个是企划我 就是做两个通道 一个通道就像我们过海关 我们经常需要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管理国家的 就是说你是属于这个国家的 你是属于这个民族 然后这个国家护照 它有另外一个通道 还有另外一个通道叫做外国人通道 这个像我们今天在中国一直讲 是吧 任何国家它都七分这两个 一个是National 另外一个叫Lotte 所以它上面有两个招牌 这两个灯箱呢 一个National 这个国家通道 还是你要采取你是一个外来的 就是外国人或是一个Lotte 就是说这是一个选择 而且其实这两个选择 你都会碰到一个问题 因为它是要经过一个笼子 这个笼子里面有一些 狮子的骨头跟狮子的混变 所以在我看来 其实这两个区别 我觉得都是 虽然是有区别 但是从本上它是没有区别 它是对人的一种化分跟一种限制 对人的一个自由选择的一个限制 所以我们可以说 作品的移动它都带来新的意义 这肯定是 因为首先我们不能重现第一次创作的 最基本的就是一些背景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说 是吧 但是由于作品的移动 和它的一个新的组合 总能带来一些新的一些企画 新的一些想象 这就是说 就是说它作品能够通过移动 和一些不同背景 它获得一个新的活力 就像我们一样的一条 这个 基本的我了解就是说 大象当然在泰国这里面有很多的象征意义 而且它的符号性很强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使用大象 当然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 比方说我说的稍微具体一点 比方说乔治五世的噩梦 其实反应的东西是 管理这个知名主义时代 管理这个乔治五世 因为直接提到了名字 乔治五世 就管乔治五世 对打猎所得一些反应 比方说他当时曾经在尼泊 当然他也不是泰国 是在尼泊 曾经一天打了四肢老虎 当然这件作品后来有了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其实是说乔治五世的噩梦 其实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谈关理一些西方 跟一些非西方国家的一些关系 一些能跟动物的关系 是吧 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来车里 车里管理大象里面的形象 那另外一个作品里面 比方说白影 白影其实是 是比较直接影像一种白象 我们知道在泰国白象是很 这个在宗教或者在皇家里面的地位都很重要 什么在他们的文化里面 这个 当然在我这个白影的这个作品里面 白象 其实是一个通过它的脱皮 产生一个白象 因为它有一张皮 当然这些都是一种想象性 我们知道大象是从不破皮的 从不破皮 所以其实这张皮呢 同时也是这个大象的影子 所以叫白影 这个题目是从这里来的 其实可以说这两个作品 这个大象呢 其实跟我们通常所理解的 比如大象的这个象征啊什么 都有一个很大的作品 但是它毕竟还是大象的 国家里面 因为经常佛教这个主题 对我来说是跟其他宗教相对应的时候产生的 比方说它跟基督教 比如说它跟伊斯兰教 在这个互相比较中产生 《佛道桑子》其实是 这个作品其实是由三个 有五字这个特究 引出了一场一个菩萨的场子 当然这个菩萨场子 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说这个宗教的这个慈悲 是因为它 我们经常有一个更通俗的说法 叫做菩萨的心场 所以这个场子已经出来了 但是这个作为一个木雕的 不相当的蓝色微笑的 因为这是一个民乐 那另外一个作品呢 它就是它设计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 跟其他宗教比方说 这个钓鱼 钓鱼这件作品 钓鱼作品呢 其实是一个从 从 是从一个 一个一个 比较早的 一个 基督教的一个 铜板画里面演变过来 是从一串 基督吊着 这个 耶稣像 最后 最后呢 就是 下面是一个 列尾塔 整个形象的角 但是我做了一些改造 就是 把这个 这个 基督 就上面换成 基督是不动的 只不上面换了一个 符像 然后这样 就形成一个 一个 好像是 一个 一个替换 替换 其实里面要谈的一个问题 也是说 这个 宗教 其中 宗教有 不像我们想象的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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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运 比如基督教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 一些设想 关于 关于 这个 仁爱啊 或者说 关于 这个 跟基督教 跟 无教的和平的观念是 很接近的 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这个 基督是比 是比 胡陀 就更加的 就是 等于是另外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 这 其实这种作品也是分小 两种宗教 其中的一些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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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